在实战中 你很少有机会可以把对方完全晃开完成上来 遇到水平相当的选手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进攻很没有效率 打起来非常困难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痛苦 我们一般在进攻时 如果遇到水平相当的 一般不会给你拉开很大的这种空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些小缝隙 如果此时防守人跟得我们很紧 我们可以利用脚步左右的去晃动他 去晃动他 只要对手给我们让出这一小步的距离 半个身位的距离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突破了 这时就算对方跟 也始终是跟我们保持半个身位的距离 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有很多兄弟 看对方一贴上来就中止突破了吧 此时最好的选择 是直接与其对抗把空间解出来 当我们准备要起三步的这一刻 我们就利用第一步就跟他进行对抗 利用后脚进行蹬地 蹬完毕之后 这个脚尖面向于他 往这过来 可以正好把它卡到身后去 遇到体重大的不用带些领动 他在移动的过程中 身体首先是不稳的 这使你与他对抗 他只能用身体的一侧去接你这个力 兄弟们一定要大胆突破 这次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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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